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赫雷斯全场的奔跑 努力 这一刻终于有了收获 对阵牛金连破门 马赫雷斯连续两场比赛破门 在上周末同卡迪夫城的比赛中 马赫雷斯替补登场 短短半个小时 马赫雷斯就上演了没开二度好戏 打进了他在曼城的处子球和第二立进球 几天之后 现在他又在连赛杯中破门 显然 在经过再季初的磨合后 马赫雷斯终于融入瓜比奥拉进攻体系 开始如鱼得水 赛后给了他积极的评价 评分给了7分 算上对阵卡迪夫城的两立进球 马赫雷斯两场三球 效率不错 这才是前英超MVP应有的实力 2005-06赛季 拉涅利率领莱斯特城上演黑马奇迹 破天荒地拿到了英超冠军奖杯 马赫雷斯就是关键先生 他在边路的快速突击能力 蝴蝶传花般的盘带能力 以及得分能力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该赛季 马赫雷斯在37场联赛中打进17力进球 送出11次助攻 在英国球员协会评选中 马赫雷斯毫无争议 得拿到了MVP称号 现在前英超MVP强势爆发 对于曼城而言 无异于一记强心针 在本赛季英超冠军竞争中 瓜比奥拉率领的曼城尽管开局还算不错 但碰到了一个更加强劲的对手 利乌普 在克洛普的率领下 利乌普新赛季开始以来 各项赛式表现非常强势 英超开局六连胜 已经甩开曼城两分 相信有了一个剑驱佳境的马赫雷斯 曼城原本强大的进攻火力 将会变得更加深猛 在和利乌普的英超夺冠PK中 瓜比奥拉手中多了一枚制胜筹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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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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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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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